陪伴台北人31年的敦能成品 即将在5月底席登 苹果信用网独家访问草创期的元老级员工 揭露当年成品白收起家的幕后秘兴 当时我们要做这个店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想过是要做连锁 他是成品的第一号员工 廖美丽 何以库成品创办人吴清友 在1989年共同打造了第一间 以人文艺术出发的成品书店 吴清英找我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很简单 它想要提供这种很好的一个艺术书店 这个艺术书店的策划 不只是只有纯美术的 纯建筑设计的电影这些 它也加入人文类的东西 独特的选书风味 及舒适的阅读空间 正巧满足戒严后 台湾人对知识的渴望 成品很快地在文化圈独领风骚 我觉得我们很幸运 因为我们在那个时代 刚好面临了一个 台湾要向世界开放的一个让头 然后那个时候很多东西都开始解开了 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知识的 我们要走的路线 其实除了一些思潮性的东西 很专业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各个学科的专业的书 我觉得那个意义其实很大 它走在最前面 然后它把大家的期待 都聚集在那个地方 1995年老敦南族约到齐 首次面临搬迁 搬家时举办的证文活动 意外成为日后24小时书店的契机 搬家的时候就做了这个 看不见的书店的一个证文活动 先把我们要搬家的讯息释放出去 那没想要得到反应非常的好 两千多封的一个来信 居然将近有快两百封 提到台湾为什么都没有夜间的书店 他们希望在晚上十点之后 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看书 十周年轻的时候 尝试做二十小时的书店 1999年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顿南产品这盏灯就这样亮到今天 即将成为历史走入回忆 一代的老员工们也忍不住感伤 我期待产品能够重新再思考 阅读24小时新的意义是什么 它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再重新呈现出来 我觉得也许它会是一个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议题吧 我们在顿南店工作的时候 办公室都在地下室 很微妙 我怎么想到王家会那部电影花样年华 风光不在 那种感觉 那个美好的年代就好像消失了这样子 如果整个成品是这个社会时空文化的一个记忆拼图 我觉得这一块很重要 这个我们曾经非常钟爱非常喜爱 然后到现在其实也还是会挂念着的这个品牌 应该这么说 关于初衷可以调整 可是不要失去 我再次忘记机不要忘记 有一些议题 我快感识会 祝福 我 Cole 你真的要吃 我真的要吃 我又要吃 你吃 我真的要吃 你吃